Conny就想問你175,即是繼續問吉利 他說他怎樣看呢? 他說什麼位置可以投入? 以及目標價看幾度? 如果你選擇就是吉利 現階段我覺得可以嘗試出手 因為吉利,如果你有聽過我講 車股我這次看得比較真實 但這次股份上,當每次市場夾起來的時候 是會夾得比較狠 這個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吉利我看得比較淡 主要原因的問題就不是說上間公司的品牌不值錢 不是說真的看得管理場看得很差 經營不善的狀況 純粹就是大環境不配合 可能說還有汽車令部件供應緊張的問題 以及在電動車的競爭過程上 暫時看不到公司有很大的優勢 但事實上他們在其他品牌上 在市場上的反應是不差的 但我覺得就是不足以去抵救 因為要補救其他傳統車的燕帽 所以吉利和長城比較起來 長城更加差 但吉利現階段 市場盲目衝景後 夾了上去 而在圖表上又穿了17.5的水平 開始追潑 我覺得都會划算 所以如果你在這一刻潑吉利 我覺得探討的問題就是 有什麼工具 有什麼建設工具去做 有紅症最好紅症 因為現在市況比較膽 如果你是做潑率的話 市況波幅比較大 應該這樣說 你做潑率的時候 有可能當它還沒走真正的跌落的時候 中間會上上下下下 好容易被人磨死 但如果你買紅症上面 買一些收回價 在19元樓上的 2.17.5做紫舍 基本上是抵薄的 等它再穿10-20天線的一段時間 那就叫做相當安全 目標就提回大約15元的水平 那就OK了 吉利 但其實市場也是關注 特別是上個月公佈的銷售數據 是怎樣的 不知道 業績會是怎樣的 也不知道 有很多的不確定在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我只能夠說吉利 你選擇搏就抵薄 當然要用17.5來做紫舍 如果夾上17.5樓上的時候 就投行走 但是你問我 真的以主觀看法為主 我對吉利來說還是審慎一點